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 謝謝各位今天來參與這一場活動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等一下我的那個伙伴阿德 或者當作示範娃娃 來跟大家一起參與 好 那剛才前面佩芳老師有提過說 欸 居家活動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小朋友要有一些介入的成效的時候 他需要有一定的頻率去練習 那如果我們專業人員 我們的早療工作者 能夠給予一個居家活動的一個策略 給家長去執行的話呢 好 那他就可以再增加孩子 在家裡的時候 他可以去做一些身體活動 那他做一些身體活動 他就可以增加 欸 我們希望他去做的一些活動 增加一些頻率 那這些頻率無形中 就可以讓我們介入的一個效果 可以更顯著 那透過這樣子之外 我們也可以希望說 家長可以去了解孩子的發展 我們很常會去發現 當小朋友帶去訓練中心 或者是醫院去做治療的時候 如果家長沒有一起來參與的時候 會發現他建的一個狀況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家長可能就覺得說 欸 療癒的責任是在治療師身上 然後家長也不了解說 欸 小朋友到底目前的能力是什麼 所以呢 他會對於一些治療的時候 他會有過高的期待 那他過高的期待的時候 他有可能就會發現一個什麼現象 欸 好像都沒有效 那我不去了 其實對於孩子來講呢 復健療癒是一個比較算是 尤其是極重度的孩子來講 是一個長程的路 那這樣一個長程的路的時候 要讓家長有一個合理的期待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起去協助家長了解孩子的發展 好 那所以聚焦活動呢 除了這些重要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覺得親子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就當家長一起參與的時候 他去陪伴孩子的時候 從當中了解孩子的發展 然後跟孩子去互動 好 那這時候親子關心才會更去提升這樣子 好 那現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欸 其實所有的活動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定要有成功的經驗 就像我們在學習新事務的時候 欸 我們覺得好像很有趣 我做成了 我好有成就感 我就願意去做 其實對於孩子來講 這件事情更是重要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達成 讓孩子能夠有成功的經驗 這邊提供給大家幾個一些Point 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就是鼓勵 其實在動作的領域部分 我們常常需要孩子去動 肌力的訓練 心非耐力的訓練 很多時候都要孩子去動 可是孩子喜歡動嗎 有些孩子對於他們來講 動是一個很像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對這樣一個孩子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要鼓勵他去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要多讚美他 好 給他一些擁抱 給他一些親吻 所以我們會鼓勵家長 甚至是找療工作者 其實我們在給孩子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多增強孩子的動機 好 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 什麼時間去進行 好 尤其在做一些挑戰 孩子的事物的活動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在孩子在清醒的狀態的時候 去執行 才是比較好的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要考量 我們給孩子的協助量 為什麼要有協助量這個詞呢 孩子做什麼事情 就像我們做 我們一開始就會嗎 我們一開始也不會了 我們是從當中摸索 可能從最簡單開始到慢慢的 減少協助量才會的 所以在給孩子成功紀念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讓孩子最容易達成的活動 為要素 為優先的選擇 再慢慢的從當中降低我們的協助量 增加孩子的獨立性 那這樣子來促進孩子 來達成他的一個目標 那另外有像前面小蘭老師所說的 我們要知道孩子 對 他已經五歲了 可是因為他生理的狀況 他疾病的因素 他可能現在他可能的發展年齡只有三歲 那這時候我們給予的活動 就要去考量他的發展年齡 而不是他的實際年齡 那另外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活動設計 活動策略的給予 這時候難易度就很重要 那難易度的部分就是在衍生活動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下午會有比較多的介紹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舉例一個例子 就是我會單腳跳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在玩沾樣基金會的部分 他們有提供居家療癒的一些手冊 那這些手冊上面有非常多的一個活動 那大家之後都可以去參考 那在這個活動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主要什麼領域 那他的活動目標是什麼 那一樣就會有一些活動的步驟 可以去提供給老師們去參考 那一樣就有一些小提醒跟衍生活動 那這個部分講義都有 我就不多琢磨了 那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其實我們在給活動的時候 我們很常會發現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是需要去注意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個案 我們常常有時候我們會希望說 欸 腳朋友個案來我們 帶我們這邊上課 上完課之後 我們希望家長回去做 所以我們會給他什麼 居家活動 那我們給他居家活動 活動的時候 那現在媽媽我們今天練單腳跳 所以你回家你可以扶著這個桌子 然後帶著他這樣單腳跳 好 媽媽都說什麼 好好好 回去做 然後回去之後 下一次他來上課 你又問他說 欸 媽媽你們在家進行的怎麼樣 那他可能會說什麼 我有做 可是我今天那個什麼比較忙 我們家哥哥又怎麼樣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 好 那你就了解 看家長沒有做了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會發現這樣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呢 我們第一個 我們專業人員 我們工作者 早聊工作者 我們有沒有先了解 小孩子一天的作息 我們可能沒有了解孩子的作息 我們就貿然的說 對 你回去做這個 家長也有去做 可是他並不知道 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去執行 那他不知道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去執行的時候 他可能就覺得 那我就好像這個有空閒 我就做一下 那沒有空閒 我就不做 所以我們給予的策略 有沒有辦法真的的落實 在家裡去執行 你就沒有辦法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很重要的需要去考量 就是我們的作息 給予小朋友一個活動 他應該在什麼樣的時間去進行 所以這時候我們常常會 很直接跟家長建議說 就是媽媽你可以就是你平常都 吃完飯後你們都在幹嘛 那你們那段時間 是不是你可以來進行這樣一個活動 好 我們可能會很直接 明確的跟家長說 可以在什麼樣的時間內去執行 好 那我們知道作息時間很重要 那當然我們也碰過另外一種極端的家長 極端的家長是非常認真 無時無刻都在做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嗯 早上我老師 就是吳沛邦老師講的真的是很重要 事切性 事切性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有他的時間 他的時間並不是全部都在做什麼 復健 就算在家裡也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我們如何將我們的活動策略 融入在他的助行時間 這是我們找聊工作者 需要去學習的地方 那這邊再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 剛好這個活動叫做我會單腳跳 我們給家長說你可以回家練單腳跳的活動 所以家長很認真的去做了 所以他做了什麼 他有可能是穿拖鞋執行 有沒有可能 因為他不知道 他覺得就只要跳就好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常常可能會忽略掉一些細節 這些細節也很重要 我們可能要關心一下 你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去執行呢 穿的是什麼鞋子呢 是穿襪子開始跳呢 那是不是很危險 是不是可能有跌倒的風險 下次他可能上課就跟你說沒有我們沒有做了 因為他跌倒了撞到頭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給一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要再多想想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些注意事項 忘記跟家長講 我們要提醒家長去注意的一個部分 好 那另外就是環境的重要性 我們知道有些家庭他家非常的大 還有庭院 所以我們可以說 你可以再到庭院去跑跑掉掉或公園 那有些家庭呢 因為他可能比較多人 或者他們家庭的經濟關係的一些原因 他的環境比較雜亂 那這時候我們其實在詢問家長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他的環境 如果說他生的是家裡的環境不適合去自行一些 比較是動態的活動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調整我們的活動策略 給予他在他居家環境能夠去進行的活動 這樣子就好了 好 那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 到底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進行 我們常常動作訓練的時候 像激勵訓練好了 跳 好 連續跳10下 你會跟小朋友說 好 現在要練跳 好 你跳10下喔 然後就看到他 然後他在前面就這樣 1 2 3 4 5 然後一直跳10下 然後有不有趣啊 不有趣 小孩一下就跑掉就不做 那這個跳可能對他來講 這是他能夠做到的 所以他覺得跳還好 可是我們常常設的目標是 希望孩子能夠未來或下一個階段去達到的 如果跳對這個孩子來講 目前他還是不能的話 那如果我們沒有去調整 讓活動有趣一點 或者是去給一些協助的話 那只是單純叫孩子跳 那孩子沒辦法完成的時候 家長會不會覺得說 嗯 好 就不做了 這是非常有 就是非常有肯的 而且絕大多數的家長 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去做變化 所以他們常常會碰到的一個狀況就是 嗯 好 小孩不配合或小孩不做 我就算了 好 所以我們下午的活動設計的部分 會有非常多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去參與 去想想看去 欸 我們如果是去訓練單腳跳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去變化這個活動 第一個 我們他在跳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他每次著地的時候 就哇 蹦 幫他配音 他著地的時候我就蹦一下 或者我在旁邊拿一個什麼 鼓 幫他鼓掌 好 或者是什麼 我可以在旁邊邊放音樂 我配合音樂的節奏去進行 這是可以在居家去進行的活動 那在戶外我們可以常見怎麼可以練 我們可以是怎麼樣 地上有時候有一些線嘛 好 或者是台階 我們都可以變換不同的玩法 讓這樣一個活動 欸 不是說我只能在療癒環境當中去進行 或者只能在某些特地的情形去進行 情況才能進行 好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另外去分享的 就是這個 單腳跳的活動 一樣一直練跳 才能訓練小朋友的單腳跳嗎 好 這是我其實碰到非常多 就是不管是家長 或者我們上一些課 碰到常常 或者是一些迷思 因為我們會常常碰到就覺得說 大家會覺得說 欸 他不會單腳站 我們就一直練單腳站 他平衡不好 我們就一直做平衡 單腳跳的活動 只能去用單腳跳去加強孩子嗎 好 事實上呢 小朋友要有單腳跳的能力 好 單腳跳是一個比較高階的動作 這個高階的動作他考驗的是什麼 他可能需要先會單腳站 所以他需要一定的肌肉力量 好 那他需要一定的肌肉力量 然後他需要怎麼樣 平衡控制 然後還要動作計畫能力 所以他才能夠跳的起來 那他跳的起來 他需要這些的經驗 他才能夠去完成 所以我們在給我們知道這樣一個狀況之後 所以我們融入他的居家作息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他在家裡不是只有可以做單腳跳的活動 才有辦法訓練到他的單腳跳 他還可以做什麼事 他平常他們家去 可能就是 家裡附近有樓梯 他去公園的時候 他可以用走樓梯的 那公園有一些攀爬架 他可以去攀爬架來訓練他的四肢的肌肉力量 那平常他在收拾玩具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營造 把東西收拾的籃子放高一點 讓他重複去做什麼動作 蹲站 那這時候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融入到 我們的居家的作息當中了 去執行 好 那另外呢 單腳跳的剛才也講 他其實包含了很多 其他的一個我們剛才講的平衡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看孩子 單腳站的狀況是不是可以呢 可以幾秒呢 是不是符合他的年齡呢 那另外他的走直線的能力怎麼樣呢 這就是平衡 那甚至說像這樣子 我們同樣去訓練他的單腳的 一個平衡的能力的時候 還可以做什麼 踢球的活動 在六歲以前 其實小朋友是非常喜歡球類活動的 那球類活動呢 其實可以給予孩子大量的一些 不同的刺激 不管是肌肉力量 或者一些動作經驗 動作計畫的能力 好 那在這裡 我再跟大家做一個額外的提醒 就是我們常常在做動作訓練 的時候其實很常會碰到 家長真的很認真啦 就是你跟他說要練回去 然後要做十下做幾次 然後他就怎麼樣 小朋友假設我們說收拾玩具好了 他把地上的玩具好蹲站 然後收拾完了 然後那家長覺得說做得不錯 可是他想要繼續訓練他的肌肉力量 他做了什麼事 把這個籃子再拿起來 再刀在地上 大家有沒有碰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甚至有時候在治療室也很容易發生 為什麼 因為你想要讓他去多做一點 蹲暫的活動來加強他的腳的力氣 可是這樣一個活動是適當的嗎 大家覺得是適當嗎 如果是你剛收完 然後人家把你倒掉了你又不會火大 會有時候其實我們大人也是 你就好像才剛完成一件事情了 又被人家給怎麼樣推掉推翻 你要重新再來一次 所以很多時候在做動作訓練的時候 我們要去注意小朋友的 就是這些注意事項 因為有可能會引起小孩的一些負面情緒這樣子 好 那我再快速的講一下 其實我們在單腳跳的時候 有時候孩子還沒有辦法自己去進行的時候 我們是要給予協助的 那協助的時候 我們就是需要去帶孩子去進行 那一般在帶孩子單腳跳活動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先從雙手開始的 那雙手開始的時候 你到底是要站在他的前面 還是站在他的後面 到底應該在哪裡帶 前面 我們一般都會在前面帶他沒有錯 那在帶他前面的時候還要去注意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抓握的位置 我們知道五歲以前的孩子呢 他們這個我們這個骨頭 這有兩個 一個叫老骨 一個叫齒骨 那在五歲以前的孩子 他老骨的骨頭發育還沒有完全 所以呢 他這邊的韌帶關節都是特別鬆的 所以我們在帶活動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不當的施力 不當的施力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沒有給予孩子子力 我們可能很快速的就把孩子拉了 我們可能抓的是他的手腕啊 或者是我們抓的是他的手肘的前臂 在快速拉扯的情況下 容易導致什麼樣的情形發生 老骨小頭的半駝尾 那這個半駝尾能夠 就是他可能一出現之後 又沒有去注意這個時候 小孩很容易就會一直處於半駝尾的狀態 那所以這種時候通常就是有些小孩 像是他耍賴啊 家長說要走了他都不走 他可能這樣從他的斜後方快速的去拉扯的時候 讓他的手去往內折的時候 他就會很容易的去出現這一個狀況 那所以適當的施力方向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我們還要去觀察的是什麼 小朋友在跳的過程當中 他的動作模式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有些小朋友在跳會怎麼樣 我現在用雙腳跳表演就好了 雙腳跳的時候 他可能跳這樣子 跳 可是他躲地的時候是怎麼樣 膝蓋伸直 我們正常跳我們下來膝蓋到底是伸直還是彎曲啊 彎曲 為什麼要彎曲 是避震 是為了膝蓋保護是避震的作用 那如果膝蓋伸直的話呢 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第一個 對膝蓋的損傷大 第二個 他沒有彎曲 他身體重心潮後 他可能很容易跌倒 或者之後就撞到頭之類的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我們身為專業人員的時候 我們有可能在教導這個家長 進行這樣一個居家活動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示範給家長這樣看 那家長也要當下 示範給我們看我們所教的內容 我們確定他學會了 我們才可以讓家長回去做 那這樣回去做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密切地保持一個聯繫 為什麼 我們才知道說他在執行當中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哪裡錯了 我們可以及時地去做修正 好 那另外就是起跳時的膝蓋過度彎曲 我們常常帶孩子練跳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蹲蹲跳 然後有些就會怎麼樣 蹲得這麼低 這樣好跳嗎 不好跳 所以這也都是一些注意事項 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正向的回饋很重要 我們常常說孩子就是要鼓勵 其實我們大人一樣 大家都喜歡聽讚美的話 孩子更是需要 所以我們常常建議家長說 你在鼓舞孩子 或者就是你在帶活動的時候 你應該要多跟孩子說話 跟他說哇你好棒喔 還是跟他說喔 很好 對 當然得要來走 所以我們說 你雖然會講正向的回饋 你有給他言語的回饋 可是你言語回饋給的口氣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心情都會被感染嘛 如果你是開心的 你周圍的人 有可能會被你感染 你是開心的 所以我們在給孩子的時候 我們不能說喔很棒 好平淡 我們盡量就是怎麼樣 要誇張一點 因為孩子是非常直面的 就是你給他什麼 他可能就會回饋給你什麼 好 那另外在生活治理的時候 這個部分給大家提供的就是 一個穿褲子的活動 好 那穿褲子的活動 其實在對我們來講 其實生活治理跟動作訓練 其實各個領域都是環環相扣的 那在穿褲子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什麼 單腳站的時候 好 那就其實也可以當作 我們聚焦活動一個 單腳站訓練的其中一個活動之一 好 那一樣這個有一些細項 大家可以看 好 那其實在生活治理的活動 最容易犯的錯誤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就是過多的協助 好 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們也是碰到很多阿公阿媽 帶孩子就是怎麼樣 餵個飯追在孩子的屁股後面跑 孩子就怎麼樣 就是滿餐跑 然後就是協助太多嘛 所以孩子就沒有辦法很好的 有規範的去學習 那這是其中一點 那另外一塊影響最大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剝奪了孩子 練習的機會 那孩子 減少了他練習的機會 他可能就影響了他其他領域的發展 跟他的獨立性 好 所以生活作息中的情境學習是很重要的 好 就是我們希望呢 透過這樣的了解 孩子的作息 我們到底在這樣一個作息當中 我們要給予他什麼樣的活動 好 他如果單腳跳的訓練 我融入的成為說他回家的作息要經過樓梯 我們就不坐電梯 我們可不可以先爬一層樓梯 再去坐電梯 好 那在家裡 他自己在穿脫衣物的時候 我是不是他如果說平常都是坐在地上穿 或坐椅子上穿 我可不可以讓他靠著牆壁穿 好 我們就可以做這些變化 好 讓我們這個居家活動的一些策略 真的能夠落實在家裡當中去執行 好 謝謝大家 我這樣得有點快